私立幼儿园小朋友在广场上骑单车玩得好开心 不过想让小朋友开心多玩点 家长们未来可能要多花点钱了 为什么会涨路出来 会挡住 挡住什么 会打不住 受到一粒一休上路 人事成本大增影响 北市幼儿园宣布调涨学费 考虑要从现行的每个月9000块 涨到9500元 因为最近刚好一粒一休 然后那个加班费 那人事成本提高正常 两个都是有关联的 平均月费大概500块左右而已 但涨价的不止这一所 六都中私立幼儿园 全都蠢蠢欲动 北北桃128所 台中最多175所 加上台南高雄全国总计442所 都向教育局提学费涨价申请 台北市最多光一个月 就恐怕会多涨4800元 最快9月实施 六日版就是放假 对啊 所以如果用这个理由 我长这样好像有点不太合理 对 而且我两个小孩 这样一个月都多支出了9600 这样好像有点压力太大 那我们教育局在三月四月份 会做一个初步的一个审议 最晚会在我们的五月的时候 会发文给各幼儿园知道 教育局坦言一粒一休 上路后周末办活动或是放学 延后托育 人事成本的确都增加不少 但长不长得成还是得经过开会讨论后才会定案 借信中午登丽 泰报导 好 好 好